BUNDuBUNDuBUNDuBUN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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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各位好 我是你們的阿蘇 今天這期節目有些不一樣 請到了一位嘉賓 也是我的好部肉 來自中央電視台紀錄片頻道的導演 同時也是UP主的男哥拉片 歡迎 男哥 大家好 我是導演徐宋南 同時也是一個喜歡各視頻的UP主 很榮幸這次收到好哥們阿蘇的邀請 出一期關於旅拍Vlog的一個專程 我們兩個最初的一個初衷 就是想通过自身的一些实拍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旅拍的一些干货 希望大家能喜欢 对对对 因为南哥是我在红单台时期的同事 我们之前有过一段十分美好的共识经历 那作为up主南哥也经常在自己的主页 分享对电影的见解 那今天也感谢你能来跟大家一起聊聊 作为导演对于旅行拍摄的一些角度和启发 好的 十分荣幸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其实我们知道 土耳其亮望塔在2014年推出的时候 确实让我们对Vlog的制作有了一种全新的方向 这是之前都没有见过的一种形式 那南哥之前也做了一期 关于土耳其亮望塔的这个拉片视频 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 播放量也是很高 那么土耳其亮望塔 让很多摄影爱好者很想模仿这种风格 来去做自己的旅拍Vlog 所以结合这部短片 来聊聊前期的准备 中期的拍摄的注意事项 那给大家一起启发 好的 其实说到旅拍的话 在前期的准备过程中 其实我分了一个四步走 那么这四部分呢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 就是构思影片的第一步 找音乐 像旅拍 MV MV TVC 这些影片其实在你拍摄之前呢 都要先确立影片的一个基调啊 还有主题 然后通过这个定位之后 你再去选适合的音乐 这个音乐呢 它没有数量的一个限制 它可以是一首也可以是多首 音乐其实是你拍摄一部影片的一个主线 那么它是基本的一个影片节奏基础 还有层次的一个基础 那么其实提前选一个音乐 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把整个影片的定调 给它定的非常明确 那么比如我举个例子 你的影片如果是大气磅礴 那么你选的音乐可能就是要跟它提前 如果你选的是那种江南烟雨的话 那你可以选一些古增类的呀 或者是一些古典类的一些音乐 那么音乐定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尝试一个方法 闭上眼睛 然后听一下这个音乐 在脑海里去幻想一下 你未来这个片子呈现出的效果是什么样 这个其实就是在你的脑子里呢 形成一个分镜头的一个脚本 那其实借用银河护卫队导演詹姆斯古文的一句话 就是说当我拍电影前 我的电影已经在我的这个脑海子里拍完了 所以作为一个导演的话 你对画面的创作呀构思啊 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还要去想我要拍什么 然后拍到什么程度 然后为什么要去拍 那么当然选音乐呢 也是一个技术活 需要你有一定的这个审美 千万不要选一些已经烂大街的音乐 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古典音乐 那没错 南哥也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分析了 关于音乐的一些方法 那一个好的音乐 不仅能为视频增添光彩 还能够引导观众的情绪走向 但是要注意的是啊 版权问题是千万不能忽视的 特别是在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信息特别发达的时代 也许你用一个音乐 在你可能还不是那么粉丝那么多的时候 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可能体量做大了之后 版权问题还是不容小觑的 那这里阿叔给大家介绍三个无版权的音乐网站 那第一个叫Freesound 那它的这个网站呢下载速度超快 包含的音乐种类很多 这个音乐音效大家可以自行挑选 那第二个是Audio Library 那这是一个老牌的免版权的音乐网站 那根据不同的风格分类 大家可以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 那第三个呢叫Free Stock Music 那这个网站里的音频种类十分丰富 那包含MP3和WAV格式的音频素材 那大部分都是通过CC0知识共享的协议 那有些歌曲上用时 咱们需要备注来源 好了那再请问南哥一个问题 对于外出旅拍的内容拍摄 有什么好的建议和看法 就说到第二点了 如何去策划你拍摄的内容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提前查看一下 目的地的一些人文攻略 在旅拍前呢 我们可以有规划的去了解 当地的对应的景物啊 人文的一些背景啊 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自己心理预期的那种氛围感 然后呢再去查询一些关于 目的地的这些景物人文 做一个自己的一个攻略 那比较推荐一种短评块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新媒体内的这些平台 去搜索一些旅拍的up主 或者是博主 看看他们有没有对应的一些 目的地的一个旅拍的视频 那么你可以通过他的视频 来借鉴一些拍摄的内容 转化成自己的拍摄准备 那么好的一个旅拍的攻略呢 这样就会让你事半功倍 那这个地方呢我想要提一点 就是大家一定要平时要有一定的 乐片量积累 多做一些人文攻略 多增加一些乐片量 南哥说的很对 那其实啊就是在战内 就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旅行up主 那这里阿树给大家推荐几个 比如华盛辉Henry 他的折叠大理折叠东京 那小鹿Lawrence 他跟这个米老师一起出去的一些旅拍 像千叶结锤 锤哥他去分享自己 对于大自然的一些理解 通过影片完全的表现出来 还有俊辉 房琪KK 像克里斯旅行狂魔 这些都是十分优秀的旅拍作者 那无论从画面构图 还是视频节奏 都能给人一种 身临其境的那种 chill状态 南哥懂吧 也就是房琪KK和克里斯狂魔 还有俊辉的铁粉 对我想这也是旅拍短片 为什么吸引大家的原因了吧 南哥对于旅拍是什么看法 那旅行拍摄 需不需要提前做好脚本之类的呢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出去旅拍 基本上走到哪拍到哪 脚本偶尔也会做 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因为 重视旅行体验 其实说到底还是懒 基本就没做了 那南哥如果做攻略的话 是不是要需要一个拍摄计划 或者类似于分进脚本的东西 从你导演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去旅拍之前 拍摄计划是需要做的 前期准备 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拍摄计划 是有一个度 那么这个度要掌握好 就是你要切记一个准则 就是拍摄计划 是帮助你提高拍摄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它更像是和旅行的一个行程 保定的一个计划表 千万是不要做成这种特别细致的 反倒变成的一个负担 首先我给大家一个方法 第一步你要做一个计划表 那么怎么做呢 就是在出发前你要明确拍摄地的这个行程天数 景点的数量 然后还有可实现拍摄的形式 比如是航拍啊延时啊这些 那么把形成的时间和地点 罗列成时间表的这种形式 那么你就得到了一个框架 那么第二步呢 就在这个时间表里面去安排具体的一些拍摄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第一天要拍玉荣雪山的日出 那么这时候你就要思考 拍摄的形式是要延时呢 旁拍手时还是稳定期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记住好 如果你不清楚怎么拍呢 你可以找对标的影片去借鉴一下 切记千万不要做得太细 然后把这个内容填充得很满 这样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负担 达到一个备忘录的程度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呢 它是不适用于商业性的这种旅拍 对就是南哥说的这个脚本的内容 其实某一方面程度来讲 也能够提升我们旅拍时候的一个仪式感 是吧 有时候自己做好的这个东西 然后去拍的话 这样有条不紊的进行 当然也可以像阿树这样 比较难一点的 出去玩拍到哪里玩到哪里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就是我们拍摄前 你就只要明确你要拍摄的内容 然后根据你的行程来掠捏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些很多的急性捕捉到的这些镜头 是没有办法 就是提前在计划表里面做出来 还是那句话就是 大家不要去失去旅拍的乐趣 为了旅拍而旅拍 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以前做过的一些拍摄计划 但是我的计划是供参考 因为我是做商业性质的这种纪录片拍摄 所以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但不要完全照抄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屏幕中间已经出现了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截屏 我们把它存一下 好 其实我们有看到很多影片文案 加这种画面的一种叙事方式 还是很吸引大部分人 视频也好 电影也好 它都是一个试听语言 那我们对于旅行文案的创作 我们需不需要提前来做呢 关于文案这个的话 其实是拍摄前的第四步 文案这个首先明确回答吧 它是可以做 但是呢不太建议做 原因很简单 就是旅拍嘛 你还没有出发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感出发呢 所以在你前期文案创作的时候 你只适合做一个开头和结尾的这样一个框架思路 那么你可以在旅拍前明确主题的前提下 简短地写出一些这个影片想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就可以了 那南哥对于文案创作有什么实际性的建议能够分享给大家呢 文案创作的话 我推荐大家看一下黄奇KK的文案 这个他写的文案我是比较喜欢的 那么如果你想创作自己原创性的文案呢 首先你第一步要确立一下 你创作文案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然后再想好开头还有结尾 那么其实开头呢就是抛出一个具有思考性的一个深度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一定要受众群体有一个共鸣点 那么结尾的这个创意文案呢 你是要回应当时你开头提出的这个问题 对他有个回应 对他有个答案 然后你把你的答案来分享出来 但是要建议最好是有一点哲学的深度 其实这个就跟电影的一个开局抛出问题 然后结局有一定的解决 这种方法是一样的 那么影片中间的这些文案怎么弄呢 那就是在你旅拍的过程中呢 你会有一个要养成一个随机的这个习惯 把你的所思所想 然后记录到你这个每一天的这个随机本里 这个随机呢 我是建议大家是在旅途当中的一个休息的时间段去做 主要就是看到风景立马就开始记录 这里我要提到一个亲身经历 就是我21年的时候去新疆和睦还有卡拉斯的时候 当时看到了卡拉斯湖还有雪山 就是广州震撼 但是呢我举起向西的时候会发现 健身器里那个画面没有我眼睛直观感受到的那种震撼 所以我就感觉其实风景真的是需要亲眼所见 然后亲身去感受 那么说这样的一个段经历呢 就是要想告诉大家 到了目的地之后 不要立马就加起设备来拍摄 一定要先自己去感受 感受过后之后 你再以视频的行为去记录 这样才是一个享受旅拍的一个过程 所以一定要是先旅行再拍摄 那么如果要是回到文案创作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文案的一个编写结构 要和你最终版的音乐的结构 还有节奏要保持一致 这样你的文案呢 还有音乐画面 就会有一致的起伏韵律 当然普世无华的文案也是一种风格 你其实不需要在创作文案的时候 去考虑有华丽的词早去堆砌 只需要能够表达你真实的这种旅行 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就完全可以 这就是你的最终的一个核心目的 非常的 office 稳该 vender 或许会 里面